直到看到王传军抓着金城的头让他跪下 喊口号是后面群眼的断臂 我才明白为什么看完这部电影让人头皮发麻 电影孤注一掷中那些隐晦的细节暗示 在看时简直是细思极恐 真是往往比电影更恐怖 而就是因为尺度太大根本不能过时 所以导演才把那些暗示都留在了细节里留白 先是开始试诈骗集团喊口号的一幕 为什么大家能那么配合的喊着企业文化 无非就是把不听话的断手断脚杀鸡警猴 而金城在电影中很多细节 都能看出他可能遭受了非人的侵犯 其中有一幕是王传军 按头让他跪下时岔开双腿的镜头 当他跑到警察局报警的时候 却被警局的人无嘴带走 外边警察故意把电视声音调大 看他从警局出来 满身的狼狈和绝望 想必经历了什么就不用细说懂得都懂 这也就说明了最后为什么 路经理宁愿把小孩托付给攀升 也不愿意把小孩托付给警察 定最后安娜能逃脱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拿到了护照 而是阿财在护照中间 加的一点印着诈骗集团张的小费 海关的人就是看到了这个张才放人的 这么看来就连海关都是他们团伙的人 足以看出这个组织的庞大 真的很绝望 除此之外还有 路经理在最后说的那句我也要理工 这句话其实是在向幕后大老板表忠心 而他也只是庞大组织中的一个小人物而已 直到死都没有说出宠歌 以此来换取妻子和女儿的性命 那么电影中还有哪些你发现的细节呢